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你的白月光回来了,我让位。 我盯着面前脸色阴沉的男人说道, 好啊。 男人突然笑了,如破开阴霾露出阳光的蓝天, 英俊的面旁上一双深如漩涡的毛子紧紧盯着我。 不过我们合同上的截止日期可是到下个月, 你要提前走的话,他突然伸手将我搂过去, 宽大的手掌捏着我腰侧,让我难以逃脱。 麻烦先付一下违约金。 这狗东西,直到一个月之后, 我在醉酒的柏植身上终于知道了他那念念不忘我却从未见过的白月光。 作为国内迅速崛起的龙头企业, 董事长竟然不到三十岁的消息震惊无数网友。 我刚研究生毕业回国, 就幸运地挤掉一众人成功入职这家公司, 成为了策划部的一员。 这其实和我的专业完全不沾边。 父母朋友也问过为什么要去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 不怕压力太大吗? 我微笑着解答他们的疑惑, 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主要是他们给的太多了。 第一次见到百值是在年底的公司晚宴上。 作为名流新贵, 也是最快上市企业的董事长, 百值出席了这场宴会。 他站在离我遥远又明亮的聚光灯下, 面无表情地说着那些激励和感谢大家的话。 当时的我看着远处英俊优秀, 身材挺拔的男人, 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 他真好看, 和他话真多。 我本以为我俩这辈子肯定会毫无交集。 一个天天光是合同就上亿的新贵, 和一个策划部的普通员工会有什么交集呢? 直到有天晚上部门聚餐。 暗暗, 今晚下班后一起去喝酒啊。 说话的是我们部门的领导,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强人。 部门很多新颖的创意都是出自她手, 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了良多。 好, 景丽姐。 我笑着回应, 接着又说道, 今晚你可得手下留情啊。 下班已经快到八点, 一行人笑闹着去了本市有名的饭店。 景丽姐也不愧女强人的称号, 一个人的战斗力足以抵过十个, 饭菜吃到中途就有人跑去沙发上睡觉了。 而我多亏那句手下留情, 从景丽姐手中杀出一条生路。 景丽姐招呼着代价将已经喝醉的人送回家, 又拉着尚且还算清醒的我, 和其他还有战斗力的同事转战下一个地方。 看着富丽堂皇的店门装修, 以及里面极其清幽的反差环境, 我有些哭笑不得, 我还以为景丽姐会去很热闹的酒吧。 景丽姐摆摆手, 嗨, 以前咱们不是经常去吗? 今天找个安静的地方, 咱们聊聊天。 景丽姐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话也越来越多。 到后面我实在不行了, 说了句失陪起身去往卫生间, 可就在中途, 我好像撞到了什么人。 我脑子迷迷糊糊地抬头望去, 面前的身影在过去好一阵, 才清晰地传入我眼帘。 是谁? 不好, 意思我撞到你了。 还没辨认出眼前熟悉的面孔, 但我知道是自己把人撞了, 于是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神色正常, 开口道着歉。 话一说完, 我抬头就看到了眼前放大的帅脸。 或, 我转着自己那线下如同江湖一般的脑子, 想着, 这不是咱们公司老总, 大家的老公吗? 我笑了, 指着百值字正腔圆的两个字脱口而出, 老公。 说完, 一阵天旋地转, 我竟然站不住了。 面前的人伸手接住了我, 墨色的毛子紧紧将我盯着, 没有表情的脸上看不出在想什么。 白总, 白总, 百值回过神, 朝身旁说话的人望去。 哈哈哈哈, 这, 这个人是白总的。 那人缓解着尴尬的气氛, 指着我委婉问道。 百值无言良久, 缓缓地回, 时候不早了。 陈总, 您说的提案我已经了解, 有机会下次再聊。 好的, 好的。 陈总文言擦了擦头上的虚汗, 继而到, 那我就不打扰白总了。 我醒之后,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 我一看时间, 连忙想拿过手机给公司打电话。 呜呜呜呜, 完了我的全勤啊, 我的奖金啊, 我正哭丧着在床头摸手机, 突然发现。 等等, 这地形, 这触感, 这百贱, 这不是我家呀, 一阵慌乱席卷我心头, 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昨晚的记忆, 连忙低头看自己。 崭新的女士睡衣, 身上也毫无烟味, 除了宿醉带来的些许头痛感和乏力, 再无别的感觉。 但, 但这是谁给我清理的身体啊? 我欲哭无泪地走出卧室。 屋子的风格冷淡简约, 色调单一, 但又不失大气, 只是过少的摆件, 显得整个房间有些空档。 我环顾着四周, 又走到阳台朝外望去。 好家伙, 这不是全是炒得最火的别墅区吗? 我这是留宿在了一个什么人家里, 没有找到自己的衣服。 随便乱翻别人家这种事, 我也做不出来, 只能坐在一楼客厅发呆。 几分钟前, 我给公司那边打了个电话, 本以为无故缺勤, 行政部门那边会问我干什么去了。 结果电话一过去, 刚爆出名字, 对方就笑着回复, 重安是吗? 今天上午, 你的休假单就已经送到我们这儿了, 身体不舒服, 要好好调理哦。 我惊讶于对方这么温柔, 茫然地地挂了电话, 又给警力姐打了过去, 感谢她帮自己请假。 警力姐闻言吃惊地说, 我也是今早听人士那边通知说你请假了才知道的。 随即又抱歉, 不好意思啊, 安安, 最近心事太重, 拉着你也喝多了。 没有没有, 我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很开心警力姐能把压力释放出来。 我和警力姐聊了一会儿才挂电话, 没了公司那边的烦恼, 我百思不得其解。 谁这么好心? 帮我请假, 给我洗漱, 还帮我换了衣服。 想到这, 我脸上不由地慢慢浮现一层粉色。 但我却忘了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人, 他怎么会知道我是哪个公司的? 还能清楚地知道请假流程。 直到十二点, 我看到从门口进来的那个男人, 摆直。 我惊讶到没控制住自己的音量, 正把外套挂在玄关处的男人, 听到我这声转头望过来。 逆光的脸上看不清表情, 只是低沉的声音仿若声色优美的大提琴, 缓缓颤动, 响起来了。 响起什么了? 我有些不解。 随即我反应过来, 昨天是你带我回来的吗? 这里是你家。 我越来越震惊于自己的处境,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连摆直走近了都未曾发觉。 他似乎不满意这个答案, 怎么, 我还能带着一个醉到走不动路, 抱着我喊了一晚上老公的人私闯民宅吗? 我的脸瞬间爆红, 神, 什么老公, 你在说什么? 我一方面觉得不可能, 但又完全没有昨晚的记忆, 无法反驳他说的话。 而他当下过近的距离, 让我忍不住后退一步。 谁知身后就是沙发。 我整个人跌进沙发里, 脖子下意识地上前拉住了我, 但他同时也失去了平衡。 宽松的睡裙顺着动作滑倒大腿根, 雪白匀称的腿在摆直面前展露无遗。 摆直一手拉着我, 一手压着沙发撑在我上方。 男人谋色深沉, 不动声色地盯着那片雪白两秒, 转移开视线。 我没有察觉出眼前的异常, 而是还在回顾摆直刚才的话。 摆直见我不信, 掏出手机按下了录音播放键。 你起不起来? 我听见里面传来了脖直清冷的声音, 马上我的声音就接着回答。 不起来,老公。 哈哈哈哈, 我看到老公了。 老公, 我现在不光是脸红, 我觉得我全身都要红透了。 没等音频接着播放下去, 我连忙想要将手机抢过来, 解决掉这个让我无地自容的源头。 摆直将手抬高,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我听说过有人捡钱, 倒是没听过有人捡老婆的。 我用双手捂住脸, 绝望的悲鸣, 求求你别说了就听摆直突然痴笑一声, 起身放开了我。 想让我不说很简单, 接受我一个条件, 做我未婚妻。 我抬头望向他, 随即听见男人这句让我大脑荡机的话, 久久没有反应。 摆直看我呆愣在原地, 像是不满意我的反应, 眉头微皱, 没听见。 随即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做我未婚妻, 我会给你一份详细的合约, 除去合约上的内容, 你可以适当提出你的条件。 不是, 我名字, 这, 未婚妻, 我呆呆地望着他, 问道, 为什么? 今天经历的所有遭遇, 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摆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说道, 你叫了我一晚上老公, 让你做我未婚妻不是很合适。 他说得简洁, 末了补充说, 我也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婚约对象, 这样会少了很多麻烦。 我懂了, 可屁呀, 这老婆和未婚妻能一样吗? 摆直听笑了, 意思是未婚妻头衔低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哪有人随随便便就同意这种大事的。 再说了, 比起我这种你, 不应该找一个更合适的吗? 过多的信息令我难以思考, 我开始怀疑摆直是不是为了报复, 我昨晚占他便宜, 故意整这么一出。 博直忘了我一眼, 合同两年, 一年两百万。 好, 这种工作, 我义不容辞。 摆直得到了令他满意的答案, 点头对我说, 昨天是阿姨帮你换的衣服, 已经拿去干洗了, 下午会有人送新的衣服过来。 我听他安排着所有事宜, 毫无意义地点头, 金主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 直到博直交代完事项, 离开去了公司。 我如采云端般晃悠着回到了二楼卧室, 猛地扑上床, 无声翻滚尖叫,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接着我又一个礼于打挺, 等等, 这不会就是摆直自己的卧室吧? 接着我就看到卧室连接的巨大开放式衣帽间里, 衣楼内那条挂在边缘上的黑色男士内裤。 要疯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下午如柏直所说, 果然有人将衣服送来了。 我沉默地望着面前大包小包, 十来个包装精美的袋子。 这得够我一个月穿了吧, 白总大气, 需要帮您装入衣帽间吗? 面前一身西装举止得体的男士, 微笑着问道。 我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忽略了对方, 略有些不好意思地朝他望去, 结果发现自己见过眼前这个人。 在摆直出席的一些活动中他都在, 被称为白总得力的左膀右臂的李秘书。 啊, 不, 不用了。 我觉得摆直就算让我做他的未婚妻, 也不希望我过多地踏入他的私人空间。 更何况这种送衣服的琐事居然还麻烦到事物这么繁忙的人。 这人明明很优秀, 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我不由地对他多了几分好感。 我自己来就好。 说完, 我冲他感激地笑了笑。 李秘书文言加深了笑意, 说道, 那如果没有别的需要, 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轻轻走到门边, 临走时朝我微笑示意道, 白总今下午有个会议, 六点结束, 他说希望您在家等他。 李秘书一句话堵住了我回家的脚步, 本想换了衣服回家转换一下心情, 熟悉的环境会更利于我平静下来。 很好, 现在要紧张到晚上了。 在客厅百无聊赖地走了两圈, 这对衣服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收拾, 索性全放在角落里, 等摆直回来解决。 最后决定打会儿游戏打发时间。 亏谁也不能亏自己啊, 总不能在沙发上哭坐几个小时等摆直吧。 于是等摆直回到家, 看到的就是盘腿窝在沙发里, 疯狂点击手机屏幕的女人。 打了一下午游戏, 输了一下午。 我难过地放下手机, 身体卸下力道朝侧边歪去。 嗯, 怎么有个人影在旁边? 我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等看清人是谁之后, 我善笑着慢慢支起身体, 正襟危坐。 博, 白总。 我仿佛听见了一丝轻笑, 但抬头望去面前人, 神情却没有变化。 白总回来得挺早啊。 摆直这下才似笑非笑地回答我, 不早, 七点了。 还没看出来这人是个 牙字必报的性格。 在摆直拿出合同后, 一句轻飘飘的, 你要是就准备穿个睡裙和我谈试, 我也不见, 我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觉时的衣服。 蹭的一下站起身来, 我满脸通红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 我我这就去换件衣服, 你稍等一下。 说完, 也没看拿的到底是什么, 提起袋子就朝楼上走去。 等我将布料展开, 恨不得回到一分钟前, 揪住看也不看袋子就拿的自己。 你清醒一点啊, 你看看这拿的是什么? 我望着面前这件前胸后背夹起来都几乎露完的衣服, 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下楼的时候, 我克制不住地让自己不要去在意裙边。 手僵硬地微微厚放, 两侧都开插到腿根的裙摆, 让我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小心。 谁啊? 设计的这种裙子? 我咬牙切齿地想着, 脖直望着从楼梯上缓缓下来的人。 白嫩细腻的皮肤大片裸露在外, 因为害羞身体微微浮现出一丝粉意, 匀称美丽的双腿在行走间若隐若现。 头发应该是主人觉得过于散乱, 而盘在了一起,露出修长的脖梗。 男人将视线收回, 微垂的眼眸让人看不清情绪。 我缓步走到摆直面前, 害怕动作太大被风带起裙边的心, 也跟着慢慢放了回去。 看到还在翻阅合同的摆直, 抬眼将我仔细打亮了一番。 这下是真的要坐不住了。 别, 别看我了呀, 雨碧内心咆哮, 用这么娇羞的语气做什么呀你这个大头。 我能感觉到脸上的热度都可以媲美刚从汗蒸馆出来的人了。 摆直像是没料到我会说这么句, 低笑出来, 好。 不过我没想到你会穿得这么, 它像是一时间没想到合适的形容词, 想再打量一番, 却又因为我那句话停住了夏宜的眼神。 最后直直地盯着我眼睛道, 穿得这么正式。 谢谢。 想死的心都有了。 甲乙两方均不可以在双方合同结束之前, 有任何不忠于对方的行为出现。 乙方需在甲方有需要时, 包括但不限于进行以下活动, 出席宴会, 商业活动, 甲方会给予乙方生活上的一切消费, 甲方不会有任何强迫乙方的行为。 合同之外的要求, 一切均需先通过乙方同意。 该合同也为聘书合同, 合同期限两年, 年薪两百万, 我读到这里没忍住哽了一下。 博直这是在鼓励别人好吃懒做吗? 这是什么菩萨条约? 我一脸您是来当冤大头的吗? 的表情望着百值, 就差把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写在脸上了。 百值读懂了我的神情, 深邃的眼睛款款望向我,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其实我, 喜欢他看着我越来越掩饰不住的震惊, 故意停顿了很久, 突然, 正色地说道, 有喜欢的人了, 只不过他六年前离开的突然, 我至今没找到人。 很好, 看来我这是拿着替身的钱做苦力的命, 更没有罪恶感了。 若乙方违约, 需向甲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违约金。 嗯, 这倒没什么, 两年我还是能做好的。 但违约金并不一定是金钱, 甲方也可以换成对乙方的一个条件, 条件。 我读到这里抬头朝柏植望去, 什么条件? 柏植扶着我的后脑, 将我的头又转了回去, 道, 只是一个附加项而已, 如果你不违约, 那对你来说只是一句废话。 是哦, 我赞同地想, 乙方须在合同生效期间与甲方同住, 博植像是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的停顿, 未婚夫妻分房住就算了, 分楼住, 我听到这话, 尴尬得笑笑, 哈哈, 这确实很离谱。 随即, 接着将最后一点内容看完, 上述合同为甲方的需求, 即对乙方的一定保障, 乙方可在甲方能力范围内增加合同的部分附属条件, 但最终决定权归甲方所有。 这不是来了磕睡就送枕头吗? 我高兴地想着, 朝摆直问, 我还可以提出自己想要的条件。 博植望着对面人明亮的双眼, 汉首道, 可以, 但同不同意地决定权在我。 那, 我脱长了音调, 讨好的说, 那我们分房睡是不是也没, 关系两个字还没出口, 就被柏植打断了。 他微笑地看着我不可以, 好气, 走吧。 柏植在我签完合同之后起身道, 我愣住, 去哪? 柏植, 去你家, 看有什么需要搬过来的, 还是说你想明早去。 我想都没想就说, 不要, 周末早上起不来。 柏植点点头, 那就走吧, 不过在那之前, 他看着我说, 得先把你这身衣服换了。 我的脸又开始不争气地发烫, 气鼓鼓地想, 这是谁害的? 源头还不是你。 我慢慢挪到新衣服那边, 在蹲和不蹲之间为难住了。 蹲? 这高开叉我怎么也蹲不下去啊? 不蹲, 只有试试了。 正当我膝盖微弯, 准备以一个跳舞的人 看了都说好的侧腰姿 将带子勾上来时, 柏植突然走上前来。 他一手揽住我侧弯那处的腰, 结实的手臂紧贴着腰后, 一边在我面前俯下身, 把带子提起来, 去衣帽间等着。 柏植朝着楼梯微台下巴, 说, 我找见日常点的衣服 给你送上来。 哦, 我乖乖硬道, 虽然我都在柏植家住了一晚了, 但将它带回自己家这个情况, 还是让我不可避免地 感到了一丝紧张, 直到我看着卧室床上 被筛减后 所剩无几的行李。 柏植, 他回过头来看我, 微挑的眉头 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我用可怜巴巴的语气说道, 这玩偶抱着没它, 我真的睡不着。 戴吧。 他像是被我堵得, 不知道说什么, 又道, 衣服和日用品 我都会叫人买新的, 没必要带过去, 至于你那些小玩具。 柏植看着屋里 散落各地的玩偶, 实在想带就带着吧。 明明是陈述句, 我却从他的语气中 闻到了一丝淡淡的嫌弃, 本来只打算 拿两个最爱的带走, 听完他这话, 我毫不犹豫地 将所有抱枕 都装进打包箱里。 说是搬东西, 其实就如百直说的那样, 除了我自己 特别喜欢的以外, 其余什么都不用带, 甚至连打包和运送 都有助理来帮忙。 这该死的资本主义。 我深吸一口气, 好香, 睡觉前我才发现, 原来换裙子 还不是最尴尬的事。 我苦大愁深地盯着卧室门, 对百直说道, 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我睡相很差的, 百直不为所动, 我可以叫人来 给你那边装一圈围栏,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 这人是什么商业新贵, 是商业流氓吧? 油盐不尽, 我不死心地又开口, 百总, 百直, 百哥哥。 看他明显震冷的样子, 我心中一喜, 有戏。 于是成圣追击道, 百哥哥你这么帅, 身材又好, 万一晚上, 我没忍住对你出手, 占你便宜怎么办? 百直那不知是被我恶心到, 还是油腻到了的表情, 渐渐变得古怪, 占我便宜? 他眸色一点点伸起来, 盯着我反问道, 语气里还带着微不可查的不可思议, 我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 百直有钱有言有身材, 放在外面怎么看都是会被争破头的对象, 我俩就算真有什么, 怎么看都是他亏我赚, 对啊, 你也不想平白被人摸了去吧, 所以我还是去睡客, 话还没说完, 我就感觉到视野突然翻转, 等我回过神时, 人已经躺在床上, 百直双手撑在我脸侧, 盯了我半晌, 以一个超出私人距离的位置对我说, 没有客房, 与毙收回手坐在一旁, 将我也拉起来, 我还没从百直在做什么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百直又把刚坐起来的, 我又扯进了他的怀抱, 百, 博直, 我这下是彻底猛了, 你干什么, 不是说要摸我吗? 百直拉着我的手臂并未放开, 用另一只手梳着我的头发, 指腹划过头皮, 带来一阵酥麻的养溢, 未婚妻亲自开口, 百直说, 我怎么也得同意啊,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还晕来, 侧脸紧贴着百直结实的胸膛, 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 我另一只手攀上他的肩膀, 借力想让自己坐起来, 谁知我刚离开一点, 又被百直按回去了, 我, 你干什么? 我是一个充分尊重合约对象的甲方, 百直戏谑地回道, 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百直身上淡淡的木钓气息围绕着我, 呼吸之间都是他的热度, 从来没有与人这么近距离接触过的, 我有些慌乱地把头埋下, 像个鸵鸟, 但我忘了现在是个什么姿势, 我这一埋, 就埋在了百直胸前, 救命, 我听见百直胸腔的震动, 我知道他又在笑我了, 这个狗男人, 我就随口说一下, 他就拿这事儿欺负我, 这不是逼粮不对, 逼昌为粮吗? 他都这样了, 我还怎么口嗨? 我越想越委屈, 心说这天大的好处都摆在我面前了, 我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 我豁出去一般, 手顺势向下, 在他的身上狠狠摸了一把, 红着脸色里内忍道, 你别在那说些激我的话, 等我真上手了, 你就等着害怕吧。 雨碧还没解气, 接着说, 我之前雇着你是我老板, 我们还有合约, 你, 你还给我发工资, 结果自己越说越没底气。 不, 不行, 我要硬气起来, 要让柏直知道我说什么做什么, 不然, 他以后就揪住我口嗨这点, 天天耍我怎么办? 之前顾忌着这些, 才对你保持着距离, 也是尊重你, 现在你要是还这样, 这样, 我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柏直这个行为到底是哪样, 最后脑子一抽说, 这样够引我。 我第一次看见柏直这么不雅地笑出来, 但更被他这个态度气到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继续道, 我很严肃的, 你在这样我就不再跟你客气了。 柏直被我一通操作, 逗得停不下笑, 如此开怀的样子我从没有见过, 人前的他永远是沉着, 冷静, 一丝不苟, 像是一台精密计算过的仪器, 每一个动作和细节都恰到好处, 我看呆了, 但这样的柏直让我觉得熟悉和亲近, 没有了之前的隔阂和客气, 我被他这个样子渐渐卸下心房, 嘀咕道, 有什么好笑的, 柏直揽着我轻轻晃着, 像是对待一件易碎品, 小心, 疼爱, 我不由地开始思考, 那个听起来像是甩了柏直女孩, 是个什么样的人, 温柔, 活泼, 还是优雅高冷, 一定很好看吧, 让柏直这么优秀的人都念念不忘, 我忽然推开柏直, 在他不解的目光下说道, 我要睡了, 雨碧想起身离开, 但被柏直拉住了手腕, 就在这里, 他皱眉说道, 就在这睡,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抱着你的玩偶都行, 柏直看出了我的犹豫, 又继续说, 我都不怕你对我动手, 你还顾忌什么, 我无语伴赏, 随口威胁的话他还还挺会顺杆爬呀, 柏直靠在床头, 一条一条立举着, 毕竟是要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们不早点熟悉起来, 等到时候我抱着你, 或者亲你一下, 你僵硬得像个木头是等着漏线吗? 熟悉不也讲究个循序渐进吗? 柏直没有回答我这番话, 气定神贤地望着我, 仿佛料定我没办法, 我心一横, 不就是睡觉吗? 人家草席都睡的, 再说柏直这床这么大, 我贴着床边睡中间都能再塞两个大汗了, 于是拉开被子往里面一躺, 闭着眼睛对柏直说道, 麻烦柏老板关一下灯, 谢谢。 听着柏直的笑声, 和周遭暗下来的光线, 本来还心生警惕的我逐渐有了些困意, 白天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打得我猝不及防, 昨晚的酒精像是还未完全消散, 没一会儿, 黑暗就完全席卷了我, 距离我成为柏直未婚妻这件事,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内我照常上下班, 部门平时的聚会也没有缺席, 仿佛生活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 只是仿佛, 在柏直又一次被我催促着赶紧进电梯之后, 他终于黑了脸色, 我是陪你演地下党来的, 我讨好一笑, 白总, 柏直, 你大人有大量, 就先进去吧, 嗯, 柏直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 仿佛在说你给我记着, 终于把这尊大佛送进电梯, 我才从地下室转到一楼, 朝员工梯走去, 从董事长电梯出来, 开什么玩笑, 光是想想那个场面, 我都头皮发麻, 别说真的这么干了, 那明日各部门各大小群, 都会被我的名字刷屏, 司机此处我不禁打个冷战, 打住, 不要想了, 太涉死了, 出席活动宴会那些, 已经是我演技生涯的极限, 毕竟和同事打不到照面, 要是在公司内, 更是在熟人面前被知道了, 我目光发直, 乌夜出声, 死了算了, 安安, 同一部门的前辈姐姐笑着走过来, 按了按钮说道, 刚才远远看到, 就说是你, 不进电梯站在门口干什么呢? 啊, 安妮姐, 我一脸看破红尘的模样回到, 我在思考浴室的一百种逃避方法, 扑, 她被我逗笑了, 说什么呢? 这和咱们策划部迎难而上的观点可不符啊。 我苦笑着点头, 随前辈一同来到办公室, 是啊, 迎难而上。 等我下班磨蹭着准备去停车场, 摆植突然一个消息让我去她办公室。 我避开同事上楼, 来到她的楼层倒是轻松多了, 没什么顾忌的, 敲了敲门, 听见摆植的声音后推门走进去, 摆植。 怎么了? 突然叫我上来, 抬头一望, 里面却是还有个人在。 李秘书, 被吓了一跳的我, 有些尴尬地打了个招呼。 陈小姐, 你好。 李秘书微笑着回我, 叫我小李就好。 雨璧, 转头朝摆植说道, 白总, 今天的工作报告都在这里了, 有几份需要您签字的我放在了最上面。 摆植接过去之后, 他又说道, 没有其他事物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摆植回应道, 等李秘书走后, 我才把心中的疑惑问出来, 李秘书下班了。 摆植望向我说, 你不也下班了? 我一梗, 我以为李秘书会是那种24小时待命的类型, 你没走, 他也不会走。 摆植过目这文件, 头也没抬得回, 按这个道理来说, 全公司都应该留下, 毕竟老板还没走, 而且他的加班费可比你贵多了。 我忍着打他欲望, 麻木地回, 谢谢老板对我工作给予言语上的鼓励。 不过有急事, 小李的确会马上赶回公司。 摆植忍着笑意, 对我招手, 过来。 我以为摆植会给我看什么东西, 谁知他只是在我过去之后, 抓住了我的手, 说, 走吧, 去吃饭。 两个月过去了, 我觉得摆植不对劲。 虽然他时不时说话, 还是会气我, 但如果以一个乙方的眼光来看待摆植, 那他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甲方爸爸, 没有之一。 基本上, 每一个我提的要求, 他都会毫无条件地答应, 包括之前我提出不能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合约的事情。 摆植因为这件事几乎是黑了两天的脸, 不过在第三天早上, 我莫名其妙从他怀中醒来之后, 合约这件事就被他默认允许了。 一开始, 我以为是自己睡相不好, 反正房间也是恒温的, 我干脆用被子裹住自己。 但第二天, 依旧是在摆植怀中醒来, 我试验了无数次, 想尽办法, 甚至在我俩之间放了个我那超长的抱枕。 可摆植身上像是有磁铁似的, 久而久之, 我习惯了。 自暴自弃地想着, 这人体抱枕温热有弹性, 既然睡了, 那就睡着吧。 这期间也参加了几次业界人士的晚宴, 本以为会难以招架, 我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准备应对。 可次次都像是普通的朋友聚餐一般, 摆植不动声色地将所有针对我的问题 一一拦下。 和那群打听我家室的长辈或同辈打着太急。 不过几场宴会下来, 我也交了几个朋友, 但是在收到邀请时, 我却顿住了。 你的是来问我做什么? 在听到我前来询问她 是否要接受那些邀请的摆植, 挑了挑眉。 我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毕竟是以你未婚妻的名义 在与他们结交。 那我也以你未婚夫的身份告诉你, 想做什么做就是了, 不需要来问我。 这种时候的博职会让我突然不知所措。 当然, 也会有让我想打她的时候。 因为上周一篇异常优秀的策划方案, 我被摆植调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成为了秘书助理。 是的, 正是面前这位在给我端咖啡, 还问我是否需要加奶的李秘书的助理。 我之所以能写出那么贴合公司方案的策划, 主要归功于和摆植的长期接触。 说实话, 让我这个步入社会还不算久的小员工学到了不少知识。 但这并不包括某人滥用私权, 将我硬生生从六楼扯到了公司顶层。 我顶着一众同事和警力姐, 或羡慕或鼓励的眼光, 生无可恋地离开了部门。 这距离我和摆植成为未婚夫妻, 已经半年了。 晚上回到家, 刚进门, 我扑上去抓住摆植谎, 我今天人都要被烧穿了, 你知道我经历了多少的目光洗礼吗? 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和我说一声? 摆植愉悦地笑了, 伸出手揽着我, 以免摔倒, 我说过了。 我满脸疑惑, 你什么时候说的? 摆植将我轻轻抱起来, 放在半人高的鞋柜上说, 你将方案写完给我看的时候。 我还是没回想起来, 心想这人不会骗我的吧? 摆植仿佛看出了我心里的不信任, 迷了迷眼道, 写得好, 有奖励。 我恍然大悟, 随即更气了, 我以为会是奖金或者别的什么。 就这, 这奖励给你, 你要不要啊? 摆植笑得更开心了, 顺手帮我换了鞋, 将我拉下来说道, 要, 但没人给, 我就只有自己拿了。 晚上睡前, 我把我这边连枕头带抱枕三个物件 都叠在了摆植的床头。 瞧见他望过来的不解神色, 我清了清嗓子对他说, 让你也感受一下陡然拔高的感觉, 事业都要开阔许多那摆总。 摆植瞬间反应过来, 我是说今天搬到顶层的事, 朗笑一声, 忽然将我扯过去, 放在了被我累得层层叠叠高的床头。 我小声惊呼, 又因为下方全是软疹, 摇摇晃晃, 只得抱紧摆植好, 不让自己摔下去。 摆植? 要掉了? 我紧闭着眼, 低声喊道。 没等到他下一步动作, 却听到耳边传来唇厚的音色, 就你这八爪鱼, 闯塌了, 你都掉不了。 我睁眼抬头反驳道, 你才八爪, 话音未落, 我这才发现我们两人的姿势可谓是真的亲密无间。 我急忙放开手和腿, 推着他说, 我现在是美人鱼了, 你快让开。 摆植不但没退, 反而伸手将我搂得更严实, 语带笑意, 好好好, 美人鱼, 你就是海妖赛人。 说完, 在我唇角轻轻一吻, 我愣在了他这一吻里, 这半年来因为摆植一点一滴的纵容, 我在他面前逐渐展现出我都没想到的, 最真实的自己。 肆意地嬉笑打闹, 即使他黑着脸, 也完全不怕。 半夜生理痛, 推扫着他, 含着气音脱口而出的也是, 摆植, 我不舒服。 这是我自己都没见过的样子。 而我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对摆植有这么深的喜欢了吗? 我感受着一点点蔓延上来的甜蜜与酸色, 直至填满心肩。 怎么了? 摆植发现了我的沉默和不对劲, 温柔地抚摸着我脸颊, 不喜欢的话下次不会这么做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 欢喜和难过矛盾地在我心中拉扯。 我只能在他想退开时伸出手抱着他, 将脸深深埋在他肩膀。 别走。 我听见自己又一次的轻声呢喃, 又一次, 别走。 第二天, 摆植早已出门上班。 我抱着被子在床上扭成一条虫。 昨晚那个矫情的女人是谁? 是谁? 不可能是我。 清醒一点呢, 你是个合同工。 结果因动作太大, 不小心扭了一下腰。 撕。 我红着脸, 不去看身上星星点点的印子, 慢慢平复着心情。 摆植有个心肩肩上的白月光。 我只是因为两年的未婚妻身份, 所以才获得了他的特殊对待, 这总归是不能长久的。 我知道, 如果那个优秀的女孩回到了他身边, 又或使他们再次相遇, 那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就如旭日东升时刻的爱恋。 一切都会化为泡影。 我想着想着, 不由泄气地将头埋进被子里, 半晌, 又因为缺氧而猛地抬头呼吸。 算了, 现在想这么多, 有什么用呢? 合同道约的日子逐渐逼近。 我越来越像个自我安慰的鸵鸟, 逃避着未来的事情, 却又放不下摆植对我的好。 我开始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厌烦。 怎么了, 这几天看你总在出神? 摆植应该看出了我最近的心不在焉。 他将我拉到身边, 宽大的手掌包裹住我双手, 修长的手指挽弄着我指节, 在想什么? 嗯, 最近思考的太多, 让我不禁脱口道, 想走。 摆植以为我只是在公司待烦了, 想出去透气。 这一年多以来, 他愈发把我宠得没边。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自己还坚持要上班, 那现在已经和龙子里娇贵的金丝雀没有什么两样。 想去哪里旅游吗? 摆植笑着问道, 不,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刚才话出了口, 近日以来困住我的情绪仿佛决堤一般, 我想离开。 我没看到摆植逐渐冷下的脸色, 像是让自己死心一般, 又重复一遍, 合约要到期了。 摆植, 我想离开。 冲安。 我听见摆植冰冷的嗓音念着我的名字, 刚才的话我就当没听见。 博植这个态度让我难过地想哭。 我最终还是陷进去了, 清醒地沉溺在不属于自己的感情中。 我只是一个假的未婚妻。 我难难道, 最后压抑着哭腔对摆植说, 你喜欢的人肯定会回来的, 我提前让位还不好吗? 反正只有一个月, 话音未落, 摆植突然吻了下来, 深沉地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挣扎着, 污液着, 最后妥协。 冷静一点了吗? 摆植捧着我的脸, 与我眉眼相抵。 我抿了抿唇, 我一直都很冷静, 只是最近在思考, 该怎么跟你说我要离摆植就是个流氓, 他根本不准备把我的话听完。 又一吻结束, 他不等我开口, 说道, 冲安, 合约还有一个月。 我知道, 不需要你重复一遍。 我现在的脸色一定不好看, 没到期就想走。 摆植又亲了亲我眼角, 安安, 你得赔我违约金。 我气得推开他, 狠狠瞪了摆植一眼, 泪水终于忍不住夺框而出, 赔就赔。 我不管, 我要走。 摆植叹了口气, 对我说道, 你是不是忘了违约金, 还可以兑换成一件事。 我也不管摆植到底想做什么, 只是赌气地把他盯着。 他像是想要说什么, 几次话到嘴边都没出口, 最终坐在了办公室宽大的沙发上, 将头埋在我付钱。 你违约也想走, 但我又想用违约将你留在我身边。 摆植闷闷的声音传出来, 带上了几份委屈的味道, 怎么办呢? 安安。 那我把合约的时间改掉, 你永远陪着我好吗? 那你的白月光呢? 它要是回来了怎么办? 我心里酸涩。 一开始我觉得摆植比对我的好只是他情感的寄托, 或者转移, 后面我渐渐发现, 甚至大胆猜想, 摆植会不会可能真的有那么点喜欢我。 但这种设想太过美好, 美好到让我忍不住退缩。 在我说完话后, 久久不见摆植的回应, 我不禁笑着对心里还抱有一丝侥幸的那个自己说道, 看吧, 他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正当我死心之际, 却听到下方传来一声恨恨的, 笨死你算了。 办公室那次的谈话, 最终以我因为摆植说我笨, 从不可置信, 转为崩溃大哭, 而他慌乱哄我收尾。 在那之后, 谁也没有再提过合约的事, 仿佛我们之间不存在这么一纸合同。 今晚摆植, 有个商务饭局, 我没有去参加, 便在家里折腾一些花花草草。 最早空荡的房子, 在我住进来之后, 已经从极简过渡到了极烦。 博植回来的时候, 已经快到十一点。 我闻着他身上的酒气, 将他扶进卧室。 我没有喝很多。 摆植抱着我亲了一口, 但是谢谢安安。 说完, 自己走向浴室。 我看着脖植边走, 边脱散落一地的衣物, 无语地将地上的衣服捡起来, 准备放进脏衣篓, 却被摆植衣服里滑落出来的东西吸引了视线。 这是什么? 我盯着那个熟悉的小吊坠。 通体墨绿的玉吊坠应该原本是手环上的。 手环是一条深棕色牛皮绳编织, 两端扣有花纹复杂的纯银圆环。 吊坠就在异端的圆环上,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好几年前就找不到了的吊坠。 怎么会在脖植这里? 我坐在床边, 望着洗完澡朝这边走来的脖植, 脖植, 脖植顺着目光, 看到我手里的吊坠, 呼得笑开了。 暗暗, 他轻声念着我的名字, 雨寒低笑, 你拿着我心间人白月光的信物做什么? 什么白月光信物,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一脸肯定地拿着那个吊坠, 这明明是我奶奶送我的高中毕业礼物, 怎么就成你心间? 我即将出口的话卡在了中途。 百植贴心地帮我补充完整, 他攥住我的手腕, 暧昧的妈撒, 是啊, 我心间人的吊坠, 怎么是你的呢?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只得抬头迷茫地看着百植, 固执地要他给我一个答案。 百植没有再回答我的话, 慢慢靠近, 夺走了我所有视线。 百植今晚尤为地激动, 我有些受不了这样的他, 推着面前人滚烫的胸口, 我语调轻软, 带着泪意, 不要了, 百植, 我不要了。 百植仿若没有听见, 他抓住我纤细的脚踝, 加大了力道。 我被这一下整得乌液出声, 随即有些休脑地将双手环过百植的脖梗, 不服输地起身吻上去。 百植顺从地放慢了力道, 他温柔地抹扎着我的腰侧, 如同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一吻结束, 我贴着百植轻声说, 你之前就认识我。 这句话我说得肯定, 脖植不可置否,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的? 你想知道。 百植反问, 我点点头, 明明记不起来, 连知道了吊坠都还在想, 为什么在我这里? 我听着百植语调微扬的声音, 从中发现了一丝淡淡的抱怨。 我抬头亲了亲百植的下巴, 我只是想知道, 那个时候的我怎么会这么笨, 怎么会错过了一个这么好看的人。 百植听到我这句话, 将腰微微一沉。 我一声惊呼, 百植任由我在他身上抓闹, 像是疯了一般, 不停索取。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六年前我喜欢的人联系方式 都没留就跑了的是吗? 我暗暗翻了个白眼, 点了点头。 当时我在加州, 百植抱着我, 语调缓慢地讲道, 公司还是一个小小工作室, 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需求, 我和朋友去了匹泽学院。 我文言惊恶地抬头, 我大二交换就是, 百植笑了, 他收紧了抱着我的手臂, 继续说着, 是的, 安安, 那天正好就是学院辩论赛的日子。 我看着你在赛场上将另一个同乡男生说得哑口无言。 他下场的时候气不过, 走到台下拉着我跟我争吵, 到后面还想打我。 我呆呆地接了下去, 我躲得快, 还被人扶住了, 那个男生再凑过来的时候, 我旁边那个, 你就是把人打了的那个。 我再度震惊, 你就不能说我就是扶住你的那个人吗? 百植无奈。 不, 不, 主要是你打完人就不在了, 后面才知道不是我们学校的人, 交换处主任当时找了好久的人呢。 我不可置信地说道, 到现在都还觉得这件事太过戏剧化, 转头问百植, 就因为这件事。 就因为这件事。 博植语调奇怪地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你多勇啊冲安安, 我刚把你扶稳, 你又准备冲上去跟人理论, 拉着你你还正开我, 说什么帅哥不用, 看姑奶奶, 我上去把人, 我通红着一张脸, 将博植的嘴捂住, 求你别说了。 百植顺势舔势着我指缝, 我吓得又慌忙放开, 敢坐不让说, 刚来公司的时候不也挺大胆的吗? 反内卷, 加班老板就秃头, 这破公司迟早倒闭。 我把整个人关进被子里, 无声尖叫着, 想摆脱这令我死亡的尴尬, 欲哭无泪地回到, 这些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呀? 安安。 百植将我连人带被子地抱住, 垂手对着我低声说, 我在加州的时候对你是欣赏, 欣赏你的勇气和思维, 你一来公司, 我就认出你是当年要上去和人打架的小姑娘, 到听见你跟朋友抱怨, 想着你要是认出我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从而开始渐渐对你感兴趣。 直到现在, 我无比庆幸当初的我做了那个, 现在看起来很傻的合同, 这让我逐渐了解你, 走近你, 对你深爱, 我喜欢你, 安安, 我爱你, 我猛地将被子掀开。 翻身, 骑在百植身上, 指着他气势汹汹地说, 把那合同日期给我改了, 百植扶着我手臂, 就像当时扶着要摔倒的我。 好, 我听见他满眼笑意地回答, 我推开压着我的脖植, 因为气息不足而满脸通红。 百植, 还上不上班了? 百植用植骨擦过我水润的唇角, 上, 走吧。 我披着他的西装外套从车上下来, 揪着他袖口数落着, 老板, 你这样是不行的, 员工再年轻, 那夜经历有限, 你看我这风华正茂的年纪, 还没到人生的下坡路, 就快被你整枯萎了。 百植没忍住笑, 在我头上轻轻拍了一下, 安安, 好好说话。 我只是合理地提出我的诉求, 百大总裁。 我立举着, 我这白天上班, 晚上还得加班, 七百一十一都没这工作值。 晚上加班, 百植玩味地重复了我的话。 冲安, 资本家都没敢向你这么没良心。 百植见我不服气, 不紧不慢地补充道, 加班难道是你一个人的事? 我耿住了。 加班的后续工作是谁在做? 我沉默了。 是谁动达不舒服, 还又咬又踢的? 我捂住他的嘴, 孩子还小, 不懂事。 百植垂眸瞥了我一眼, 懂事, 但却是个小没良心的。 老板, 小没良心地要喝咖啡。 到了办公室, 我坐在自己的桌子前 给百植发着微信。 我和百植在一起后, 我又回到了策划部, 虽然当老板夫人很好, 可我还是想做好自己的事。 在接受了部门同事 不知为何的轮番安慰后, 我醒悟过来。 他们以为我好不容易得了老板青睐, 但又被放逐了。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跟他们说这个实际情况, 总不能, 嘿,兄弟们, 我跟老板好上了, 不如杀了我,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但我没想到 这一步来得这么突然。 冲小姐, 小, 李秘书, 意识到现在还在办公室, 我急忙改口, 请问有什么事吗? 白总给您买的咖啡, 因为有点多, 我就一起拿过来了。 我愣住, 什么有点多, 看着两厢某奢侈品专营咖啡店的标志, 我僵硬地抬头望向小李, 后者善解人意地笑道, 您不是想喝咖啡吗? 白总就说让大家都休息一下, 喝喝下午茶。 整个部门的人一脸疑问, 这样突如其来的公开和设死, 是我始料不及的。 这一个月, 我都不加班了。 我顶着我方全体人员, 难以忽视的目光, 僵硬地对小李说道, 辛苦李秘书了。 小李推了推眼镜, 人畜无害地笑着, 不辛苦, 这都是我该做的。 百值到底给你开了多少工资, 我给你出双倍你快住口吧。 等小李一离开, 我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生无可恋地举手, 在众前辈示意我可以陈述自己的罪行后, 说道, 这说来话长, 安妮姐, 你长话短说。 就事情吧, 它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们什么都没想。 我看着四周虎视眈眈的十几双眼睛, 欲哭无泪。 冲安, 你有一下午的时间可以慢慢交代, 你是故意的。 百值好笑地看着摊在副驾时的我, 那我以后不买了? 我不可置信地含泪控诉, 这是什么? 月后几粉吗? 哪个小眉良心要喝咖啡? 我是想喝咖啡, 不是想批发咖啡。 我有气无力地反驳道, 百值这下是真的笑出声。 到了晚间, 说了这一个月不加班, 那就是不加班。 我一直坚定地推开百值, 不去看那令人心动的曲线。 百值穿着深色的睡衣, 敞开的领口还带着刚洗完澡的水汽。 不加班? 不加班? 好。 百值伸手将我抱进怀里, 躺在床上, 沐浴露清爽的味道萦绕在鼻尖。 我惊讶于百值今天如此好说话, 但也为自己悠闲下来的夜晚感到开心。 看个电影吧。 我提议道, 百值用手指拨弄缠绕着我的头发, 闻言亲了亲我眼尾, 想看什么。 最近不是有一部很火的恐怖片吗? 我们看这个吧。 听你的。 然而, 电影开始没多久, 正要迈入主线。 我感受着身上越来越紧的力道, 白总。 怎么了? 耳边是百值低雅的声线, 他整个脑袋都放在我颈窝处, 左脸贴着我颈侧。 我尽量让自己语气听起来公事公办, 你要是害, 不喜欢, 我们可以换一步思。 百值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 随后舔了舔, 你看你的, 安安。 我开始怀疑他不是真的害怕, 但我没有证据。 我如老僧入定般, 专心地看着电影, 不信在这种氛围下自己还能把控不住。 事实证明, 还真把控不住。 百值的手顺着腰线缓缓而上, 如跳舞般若急若离, 同时低喘着, 沉重的气息顺着皮肤游走, 激起一阵战力。 我忍无可忍, 将电视关掉, 一个翻身跨坐在百值身上。 百值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看着俯身犒劳自己的君王, 满足地笑了。 这就对了, 安安, 安安。 百值好笑地看着埋在沙发上的我, 装驼鸟。 我物业出生, 你懂这种感觉吗? 你不懂, 你只会在我叫错人后, 哈哈哈哈。 起因是这样的, 上午和百值回了烫家, 百家, 开门就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我压下快要脱出口的美女, 用一秒钟的时间思索了称谓的问题, 脱口叫了一句, 姐姐好。 我发誓我听见百值在后面笑出了声, 美女明显愣了一下, 才笑得温温柔柔挽住我, 安安。 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叫错了人, 点头硬道, 内心还只想被美女挽着的感觉真好。 我一直就让百值把你带回来, 让我们看看。 美女笑得越发开心, 她早就跟我和她爸爸说起过你, 但又不让我们瞧见, 这胃口简直是掉足了。 我起先跟着附和, 后面越听越不对劲, 什么叫我和她爸爸? 她爸爸。 我颤颤巍巍地攥住美女的手, 小声试探着又叫她阿姨。 这次底气小了很多, 美女终于绷不住微笑的表情, 哈哈笑着, 安安好可爱, 百值, 你是不是知道我见了她就舍不得, 放人走, 才故意拖这么久。 我可什么都没说, 百值将我俩的外套挂在衣架上, 朝屋内边走边到, 罢呢? 在书房, 鼓刀你给她带去的小玩意儿呢? 伯夫人轻轻翻了个白眼, 快叫她出来吃饭了, 安安都来了。 百夫人一直留我们, 到吃了晚饭才走, 回家我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发。 这么严重? 百值走过来坐下, 将我拉起抱进怀里, 倒也不是狠, 一吻结束, 我眼泪汪汪地控诉, 你就不能先把我掉个个吗? 脖子扭痛了。 百值笑着咬了一口我脸, 我的错, 我道歉。 你要怎么道歉? 我一下下捏着百值的趾骨, 反问, 安安想让我怎么道歉? 百值放在我腰间的手臂猛地搂紧, 垂下头凑过来咬了一口耳朵, 随后损住耳垂, 对我轻声道, 这样。 我因她的动作轻颤, 抓着百值小臂的手指随着她的话语而用力。 不说话, 我就当默认了。 百值滚烫的气息浮过我后背, 手开始游走。 洗, 洗澡, 我艰难地抽出神志, 按下百值作乱的双手。 百值胸腔颤动着, 连带着我后背滚烫, 她一把将我抱起, 朝二楼走去。 遵命。 安安, 起床了。 百值拉开窗帘, 又赤脚走回床前, 俯身亲吻我额侧。 我被她弄得烦不胜烦, 胡乱伸出手推嗓着, 结果啪的一声, 清脆响亮。 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 单脚跪在床檐的百值正被我稳稳拍中了屁股。 我观赏着眼前的盛事美景, 手没忍住揉了揉。 看着面前人越来越沉的眸色, 我一下就清醒了。 我饿了。 晚了。 百值抓住了企图做最后挣扎的我, 一把按回床上, 像我这种优秀员工, 从来都是对老板有求必应的。 我双手抵着他睡衣滑落后的结实肩膀, 悲愤吐槽, 你要不要脸呢? 出门已是下午, 我被百值牵着带进了一家店。 一开始问百值去呢, 他神秘兮兮地不告诉我, 直到走进店里。 我看着眼前洁白的婚纱, 没忍住笑了。 好看吗? 我听见百值语气温柔,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好看。 我点点头, 笑问道, 什么时候准备的? 半年前都开始定做了。 我没忍住出口调侃, 藏得挺深啊, 白总。 百值笑着抱了抱我, 那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 什么机会? 让我从你的未婚夫升级成丈夫的机会。 这句话不应该等我换完衣服出来再说吗? 百值文言带我走到礼服的宽阔十一间前, 将搭载壁弯的衣服交给我。 我说无数遍都可以, 只要你愿意听。 我拉过百值的领带, 与他双唇抹撒, 却不深入。 暧昧的气息逐渐流转, 那这就看你表现了, 百老板。 说完, 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歪头亲在他脸侧, 便转身关上了门。 百值的回答伴随着滴滴的笑声, 在门外响起。 一肚子坏水。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